国道上车辆快速行驶 没想到对象车道上竟然有机车逆向狂飙 车速直快就连轿车也追不上 吓人场面许多用软件状赶紧报警 警方获报后也立即派远警进行拦查 但骑士看到远警也不停一路继续狂飙 不少轿车驾驶拿起手机录影下来 而事发就在13号傍晚5点多 这名43岁的黄姓骑士 从竹山交流到一路逆向北上 在内侧的车道里高速狂飙 警方设置三个拦截点 他都视若无睹 足足骑了将近60公里 最后因为不慎自撞内侧护览才停了下来 索性他意识清楚还会喊痛 自称是因为癫痫罚左 但不愿意透露为何骑上国道一路逆向 警方也指出好在国道先好 平时车辆较少 骑士才幸运每被车辆撞到 仅有擦撞多部轿车的后照机 后续将通知家属到案厘清 就算了一路逆向北上 感谢观看